现在混双的选手已经入场了 马进 徐晨 徐晨 马进对阵日本的乔本伯且 腾井 瑞希 日本今天出场阵容跟昨天比 只有一位乔本伯且 昨天是打了男双 剩下所有的选手昨天都没有出场 乔本伯且是世界排名的男双第八 混双第34 85年的这位选手 混双应该是很有实力的 混双还有没有见他打过 混双他的搭档 应该说他们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腾井 瑞希 女双是第四 混双是跟他搭档的第34位 是88年的一位选手 都是比较年轻 安徽省的这位朋友说的 我是羽毛球的爱好者 虽然学的时间不长 但是很快就被吸引了 林丹是我的偶像 羽毛球确实是这样 你必须得去上场打 你才能够感受到他的魅力 多打才能够 手能生巧 另外再找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 进行指导 郑州的朋友说 昨天李宗伟说 全世界也打不过中国队 有点夸张了 由于现在林丹和李宗伟比赛 胜负难料 男双对世界珠强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女丹的不确定性 要是组成世界连打中国 还是有机会的 中国挑战世界是吗 李宗伟是对中国 对今天有个夸奖 那么总理来说 中国的整体实力 应该说 世界各对手 还是应该是比较强的 综合实力来讲 每个单向都是还比较平均 没有明显的入项 实力还是有 所以大家都觉得 苏迪曼碑 跟荒势在中国青岛举行的 感觉好像已经是 囊中取物 囊中取物一样 但其实还是要 一排一排打下来才行 还是需要一种 也还付出艰苦的努力 对 那么这个界 苏迪曼碑呢 也是在中国举行 第三次 在中国举行 那么2005年是第一次 2009年以后 中国是第三次举办 苏迪曼碑 亚洲其他的国家 好像还没有举办过苏迪曼 那么剩下的几个几节比赛全都是在欧洲来举行的 所以其实欧洲就包括像英国是这个羽毛球的起源地一样 它的底蕴是有 而且民间呢打球的很多 但是真正上到世界顶尖高手这个级别的反而就不多了 中国的群众技术还是比较雄厚的 中国这边更是 对 现在打羽毛球的人非常多 现在北京啊 现在这种羽毛球场馆大概有100多个 但是如果平时说要去打羽毛球定场地还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定到场地 说明打球人现在是特别多 双方还在练球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那最后一场比赛 今天的混双的比赛 我想现在大家唯一这个期待的就是能不能 仍然还是2比0 2比0 5个2比0 其他的没有悬念了已经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好的 王爷朋友们你们好 这里是CNTV五家体育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2011年苏迪漫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 是由中国对阵日本 那么这呢已经是进行了四场比赛了 这是第五场混双的比赛 那前四场的中国都是 以2比0的比分呢 直下了四局 那么取得4比0的大比分 在最后这一场比赛中呢 就看中国队能否也是以2比0的比分拿下这一局 现在马进发球 现在马进发球 那么对1比0领先 这个斜发球还是比较凶的 桥本来发球 桥本来发球 这本队上来倒是气势十足啊 出来比较多一点 现在双方战成了2比2平 徐晨来发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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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马进配合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嗯 马进以前的搭档是正波 那徐晨主要以前是胆盘双对的 对 但是这俩配合以后成绩还是不错的 嗯 这些组合都是为了9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实在是要寻找一个新的搭档 新的一种组合方式 这打得很快啊 看完女双再来看混双 混双就会发现 呃 女双中那种多拍的场面在混双中就很少出现了 是 前两天中央台记者采访那个马进还有徐晨时候呢 挺有意思的 我听到是记者问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问马进你说你觉得那个你的新搭档徐晨有什么特点 嗯 马进回答的非常有意思 其实他说的比较幼稚 哈哈 为什么呀 没有说为什么 后来徐晨也回了一句说的 他也比较幼稚 哦 好好 两个人就是 最佳损友 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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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刚好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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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队是6比3领先 大力的沙球但是被王挡住了 一 二 三 于晨是来自江苏 马信现在是代表山东 他其实也是来自江苏的 他是长州的好像是 自己是长州人 但是现在是代表江苏队 对 代表的是山东队 哦 山东队 对 这种选手打得很坚决 这队应该说混双 我觉得比他的攻击力 特别是乔本的攻击力 所以比昨天这个蝒迟田新太郎 比他的攻击力要强一些 它更有冲击力一些 对 因为男双主要的任务也是在后场进攻比较多一些 男的进攻还是非常凶的 很给力啊 这段日本的进攻还是反馈的比较出色的 加油 想取个桥 但是没有 要求太高了 7比6 中国队又领先一分 这球没有过往 中国队是8比6 8比6 领先两分 续晨来发球 好的 出界 谢谢